我们来祷告开始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 今天晚上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来 学习明白你的话语 新的一年 求主继续加添我们力量 特别在你自己的话语上 我们学习 我们进一步的扎根 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得着喂养 得着力量 新的一年 给我们有智慧 来行事为人 荣耀你的圣明 新的一年 使我们力量来服侍主 扩张主的国度 传福音 继续带领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归向你 新的一年 在这里的学习 也恳求真理的灵教导我们 不但给我们明白真道 也给我们力量来遵行 也借着遵行的时候 我们经历你奇妙的恩惠 使我们胜过各样的艰难 愿主继续赐福每个同学 在这个学期里面有健康 使教的人 学的人 在这里一起服侍的人 都得到主的恩惠 我们如实祷告 感谢 奉主圣明而求 阿们 我们这个学期我们要讲的课 是讲到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是先知书中 一本最引人注目的 如果你知道圣经学者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投票 如果要在圣经中 选出六本最重要的书卷的话 这六卷书就是创世纪 诗篇 约翰福音 罗马书 启示录 然后还有以赛亚 当然每一本书卷都重要 不过如果真的是要筛选的话 这六本书是最重要的 而其中以赛亚就是其中的一卷 以赛亚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是一部写作文学的水准很高的 也算是很优秀的文学作品 有很优美的笔风 特别在希伯来文的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优美 中文的翻译也翻译得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赛亚是一份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 以赛亚书也被称为小先知 或者小本的圣经 以赛亚是大先知 这本书称为大先知 但是整个书卷有被称为小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刚好有66章 那么66章它分段的时候 就分成两个大段 第一章到第39章 然后再从40章到66章 也刚刚好它的主题 一到39章 我们知道旧约有39本书 新约有27本 也就是加起来是66本 那旧约所讲的就是律法审判 那么以赛亚书的一章到39章 也是讲律法跟审判 到了40章开始 一直到66章 是讲到恩典神的救赎 那你看到新约也是讲到恩典神的救赎 跟新天新地神永远的国度 那都在40章到66章里面 那40章一开始 第一句话就是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讲到什么 在旷野有人声呼喊的时候 那就是好像施洗约翰 到耶稣来之前 他出来宣告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给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独特 不但如此 以赛亚书也被称为福音派的先知书 那里面有许多关于传福音 特别是福音的信息 有福音的这个章节 有很浓厚的福音的信息 那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背 很多的经文 好像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必有同你怀孕生子 你们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那第九章第六节讲到 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那么我们看到第五十三章的时候 他就提到耶稣基督怎样 他没有加行的美容 使我们羡慕他 但是他却好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那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经文的里面 看见福音的信息 所以传福音或者布道的信息当中 先知以赛亚书的经文常常被引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有很浓厚的福音信息 不但如此 那全本书把上帝的救赎的计划 人类的历史跟神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 在我们面前展开 也就是说 你读了以赛亚书 你就看见人类的历史是有一个计划的 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 我们这个历史不是没有方向的 我们人类的前途不是没有目的的 我们最终要看见 神要把人带到新天新地 信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 当你看到以赛亚书 你就对前景有一个盼望 你知道信耶稣的人 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盼望就是神的家 我们会看见神怎样一步一步地引到历史 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末期了 也就是以赛亚书大部分的议员已经应验了 只剩下一小部分的议员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要看见他应验 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好像进到一个很伟大的建筑 一个很华丽的宫殿 你不断会发现其中的奥妙 特别它一些的结构上的独特性 而产生了许多的感叹 或者说一种赞美 对神的一种赞叹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的 这是大概我们对以赛亚书 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那接着下来我们谈谈他的作者 那作者当然就是以赛亚 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那么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七个人 是名叫以赛亚的 但是只有一个是我们所谈到的以赛亚 这个以赛亚就是亚摩斯的儿子 他的父亲就叫做亚摩斯 但是你不要把另外一个先知的名跟他混淆 另外一个叫做阿摩斯 很靠近 阿摩斯跟亚摩斯是不同的 我们讲的是亚摩斯 他爸爸是谁呢 不是很清楚 不过很有可能根据 犹太人的传统认为 他是当时候犹大王 叫做亚马歇王的弟弟 如果这是真实的话 换句话说 以赛亚跟当时候的乌西亚王 就是堂兄弟了 这也难怪他常常可以进出王宫的 你看见先知以赛亚是在王宫做先知的 他可以走到西基加王的面前 他可以进到王宫里面 他甚至可以在外交的政策上面 给当时候的君王建议 可见他在王宫出入 他是属于皇家子弟 那么这个先知 他就是有这个很独特的身份 那么先知中最清楚 有没有结婚的就是他了 有些先知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太太的 那么有太太从来不提到太太的 那有一些是有太太太太很早就死了 好像以西结这样 但是以赛亚不是 很清楚他有太太 而且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女先知 不但如此 他们很符合家庭计划 只剩两个 这两个呢 他儿子都成为议员的一部分 也就是他的儿子的名字 成为预兆的一部分 当神要讲明一个议员的时候 给一个记号 他的儿子的名 或者他儿子的出世 或者他儿子的生长过程 就成为一个记号 那就是我们看见 以赛亚的家庭背景 那以赛亚他是在乌西亚王使的那一年 大概是在祖前七百四十年 那离开我们今天就大概是两千七百多年了 那在祖前七百四十年 神的一护照临到他 他就出来做先知 那他侍奉的道路里面 经过了四个犹大王 那就是乌西亚 越旦 亚哈斯跟西西加 算是很长的日子 那么他的侍奉年日 大概五十三年这么久 一个人要侍奉主超过五十年 他一定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他一定要出道很早 不能够七老八十才来奉献 他可能十多岁他就要出道了 第二呢 他要命很长 如果命很短也难做 侍奉主说到侍奉五祖五十年 你要侍奉主五十年 如果你二十岁出来 你要七十岁才侍奉主五十年 对不对 如果你五十岁才出来 那就要一百岁才会侍奉主五十年 所以要出道很早 要长命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很忠心 有些人十八岁奉献 二十岁就离开奉献的道路了 所以你的侍奉要很忠心 当然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那先知以赛亚就是一个 他蒙受主给他的恩典 他忠心耿耿地 侍奉主五十三年 这是很难得的 最后 他为了他的信仰 为了主 他殉道而始 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上面 是相信 他是被西西家儿子 叫做玛纳西王 最后用锯把他锯死的 就是殉道而始的 所以你读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 提到有信心的人 提到有人是被拒绝死的 讲的就是谁 就是以赛亚 所以以赛亚很忠心地 完成主所托福他的侍奉 所以这是我们对他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跟认识 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要谈到 这本书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争辩 什么争辩呢 就是他的作者 到底是一个以赛亚呢 还是两个以赛亚呢 还是三个以赛亚呢 原来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一些的圣经学者 我们叫他们是新派的学者 或者叫做不新派的学者 或者叫做理性主义的学者 他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以赛亚讲了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他们认为 不可能讲出来的 什么语言呢 就是在以赛亚两百年后 要出现的一个王 叫做塞鲁士 或者基鲁士 或者古列 或者Siris 也就是说 他联名戴姓的语言说 两百年后 有一个波士的王要兴起 叫做古列 那这些学者说怎么可能 这种情况就好像 你在1805年的时候 有一本书在1805年出版的时候 他说到了公元2005年 美国的总统叫做布什 联名戴姓写下来 怎么可能 所以这些学者说不可能 所以因此就认为 以赛亚前面 是第一个以赛亚 后面的这些语言 是第二个以赛亚 也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已经经过了 这个历史之后才来写了 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叫做语言 这个叫做历史记录 这个叫做历史的档案 有什么奇怪 所以因此在 证学上的争辩 很多人相信 有两个以赛亚 甚至到了最后的一段 从55章到66章 又有人说 是第三个以赛亚写的 你读很多的注释书 都会读到这些书 那我告诉你 凡是你听见 讲两个以赛亚的 讲三个以赛亚的 就只证明一件事情 人的信心不足 什么信心不足呢 对神的信心不足 如果你不能相信 一个以赛亚 那就干脆不要读以赛亚了 这本书没有价值 所以讲两个以赛亚的 是垃圾 英文叫rabish 我们相信一个以赛亚 从开始到结束 是一个以赛亚 为什么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偏偏以赛亚书的重点 就是讲到神 是能够一元未来的神 你看看 你看看以赛亚书44章 以赛亚书44章 在44章第六节怎么说 44章第六节 讲到神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 第六第七两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金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 谁能向我宣告 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承说呢 让他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 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 我岂不是从上古 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 岂有真神 诚然没有磐石 我不知道一个 在这里 神怎么说 让他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说明 神能够知道什么 未来 知道未来的才是什么 才是神 一个不知道未来的人 他一定是人 他不是神 一个神一定要知道未来 如果一个人说我是神 却不知道未来 他不是神 他神经 他不是神 神一定要知道未来 你在看另外一节的经文 你在翻到 同样是以赛亚书 你继续的 看到第四十八章 这里怎么说 主说我早先的事 我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 事变成就 第五节 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 给你说明 在未成已先 指示你 第六节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吗 从今以后 我将心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 指示你 你看 以赛亚书 在讲到神的时候 讲到神可以知道未来 所以当神给他一个启示 两百年后 有一个人 波士王子的鼓劣要兴起来 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 感谢神 竟然圣经学者怀疑这是困难 你看见 证明他们不信神 不相信神 能够指示未来 所以我们始终相信 这是根本就是 以赛亚书的主题 根本就是以赛亚书 要证明他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可以讲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当然先知不是凭着他自己 先知是神启示他的 他是真先知不是假先知 所以真先知领受启示 知道未来的事情 他讲的一百八千会应验 果然 两百年后 神兴起一个人 叫做古猎 那两百年后应验了 还有其他的议员 我们慢慢地研读下去 会看见一件一件一件的应验出来 你看见当先知 是以赛亚义员耶稣的降生的时候 被有同女怀孕生子 时间到了七百年后 果然同女怀孕生子 很奇妙的 当他一人的耶稣基督 好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实际上 事件到的时候 果然耶稣基督 好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所以我们坚持相信 只有一个以赛亚 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是从福音书来的 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在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 他用到以赛亚 当他提到以赛亚的时候 他用了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的经文 你看到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七节 十二章三十七节 他虽然在他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三十八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约翰学约翰福音 用了这两段的经文 都在以赛亚 很妙的是 第一段呢 在三十八节的这个呢 是在以赛亚五十三章 那是什么 后面的 而前面的四十节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呢 是在以赛亚书 第六章 是前面的 他没有说 有两个以赛亚 他说 以赛亚 就是一个以赛亚 圣经的学者 十八世纪的圣经学者 会比约翰更清楚吗 如果有两个以赛亚的话 约翰会这样子写吗 所以你看这两段的经文 根本约翰说 他就是一个以赛亚 这就是 我们坚持一个以赛亚 那神是很奇妙的 当人不相信的时候 神有办法 使人感到羞愧 弟兄姐妹 当你不要唱诗的时候 神会叫 势头开口赞美主 当你不要传福音的时候 神会叫 老鹰在天上传福音 你不要做的 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 当人不信 只有一个以赛亚的时候 那十八世纪的学者 不相信一个以赛亚 这些人不够长命 因为到了1947年的时候 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处处 那就是石海古圈 也就是在石海的旁边 有一个地方叫做昆南 在昆南的山洞里面 偶尔有一个牧羊人 因为羊不见 去找羊的时候 却发现了 在一个山洞里面 有什么 油一卷一卷的 这一些古圈 把这些古圈拿出来 这些古圈很值钱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它值钱 甚至有人把它卖给游客 一小片一小片一块钱 买到的今天都几十万了 你当时候没有买 很可惜 所以有时候你去旅行 人家卖你一块钱一块钱 不要紧买下来 说不定那就是 另外一个古圈 特别到圣地去的时候 那一些古圈 全部的很多的破烂不堪 一直以后长转 被西伯来的学者发现 以后当然才会很值钱 而西伯来学者就把它 拿来研究的时候 那些破碎的一片一片 跟它借起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 原来这是祖前一百年的手抄本 离开我们大概是 两千一百多年了 手抄本 很古老的手抄本 在这之前 人拥有的手抄本 是祖后九百年了 现在向前推祖前一百年的手抄本 很值钱的手抄本 但是只有一卷书 是完完整整没有破碎的 就是以赛亚书 然后学者发现 从第一章一节 一直抄到六十六章 最后一节的时候 中间没有切断 换句话说 他如果是两个以赛亚 他应该是两卷来抄的 但是他不是 他就是一卷 从头抄到尾 就表示他是一个圣经的作者 所以今天你到圣地去 十海古卷不误管 中间那个圆圆的那一个 就是放什么 以赛亚书 你就看到神很奇妙 人不讲话 神自己做见证 所以古卷的发现 考古的发现 要证明的理性上 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 很出名的争论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 以赛亚有几个作者 只有一个作者 你到新派的神学院去 他会告诉你 两个作者 三个作者 我常常说 如果你相信两个作者 那就干脆不信好了 你相信三个作者 你又信圣经做什么 都是人所写的 我们相信圣经是 神的话 神的启示 所以让我们对以赛亚书 有这样的认识 以后你再读到这一类的书 你知道懂得分辨 什么是两个以赛亚 什么是三个以赛亚 那接着下来 我们谈一谈这本书 简单的结构 那我盼望你 快一点的时间 66章 在这一个学期里面 把他一口气坐下来 把他读 那你一次读 他能够读多远 他就好像你能跑多远这样 你读到20章 你就停 下次再读 那在最短的试练 把以赛亚书66章读 最少两遍 那么你读了之后 就有个印象 大概以赛亚书 怎么样情况 因为你不明白 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目的 就是让你明白 以赛亚书 它主要的结构 基本上就分成两个大段 第一章到第39章 是第一个大段 提到审判的意愿 你读到很多的审判 关于将来的审判 现在的审判 当时候先知讲到的审判的意愿 第二个大段 从40章到66章 都是安慰的 神安慰他们 告诉他们将来的盼望 那是安慰的预言 预言是因为 当以赛亚讲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当然今天我们看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 那我们就知道 神通过以赛亚来讲 这两个大段 在第一个大段的里面 从第一章到第12章 主要的针对犹大国的审判 还有告诉他们 神将来要怎样复兴他们 他们从13章到23章 是由大国周围列国 神对列国的审判 那么在第三章 从24章到35章 那个范围更广 神论到全地的审判 还有他要赐福全地 一次到35章 36 37 38 39 很特别的 四次章是讲历史 历史的岔路 这段的历史 讲到西西加跟巴比伦 跟亚述之间 的历史事件 可以算是以赛亚书中 最有故事性的 就是这四章的圣经 以后就没有故事了 都是讲论了 记得下来 40章一开始 就是你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那你如果在圣诞节的期间 听米赛亚神曲的话 第一句话就是唱 以赛亚的这一句话 你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从那边开始写 米赛亚的神曲 那就讲到神怎么安慰 百姓 以色列人怎么复兴 米赛亚的盼望 国度的降临 都是在最后的一段 所以这是主要 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就是我们对 以赛亚书的一些的认识 一些的介绍 那我们在这里上课 这个学期 我们先读以赛亚书 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那几个目的 我们盼望 让同学们上完课了之后 第一个目的 更认识神 还有知道他勇士的计划 更认识神 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 更认识我们所信的神 还有他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 你上过以赛亚书 你对整个历史有一个方向 对信仰有一个体验 这个信仰不是 我信耶稣得救 那么一件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 没有错 但这不是偶发的事件 这是一个神从创世以前的计划 然后来到你信主 你信主了之后 你就借在这个永远的计划里面 一直延续到什么 将来我们可以看到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就是神永远的计划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救了 那么一片段的事情 是永远的 上完这个课 我们第二也盼望 更明白上帝在历史 还有信徒身上的作为 神怎么引导历史 我们都在历史的一部分 你也在写历史 你怎样被神使用 盼盼你读了之后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不要觉得 有我也没有差别 没有我也没有差别 我们常常说 多我一个不算多 少我一个 不算少 不是 你是生永世的计划 不多不少 就是多你这一个 不多不少 就是不能少你这一个 就是你在永世计划里面 神的一部分 神拯救的树木当中 的一部分 你会感觉到 你知道你在历史中 神使你成为有价值的 第三 你读了之后会承认 人真的是败坏的 我们人需要上帝的救赎恩典 你会看见犹大人怎么败坏 怎样指的 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 腐败到一个地步 你会看见自己的影子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以赛亚书给你看见自己的世界 还有第四 盼望 我们读了以赛亚的课程之后 我们更加的爱主 而且传福音 为他而活 第五 更感恩 享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这是盼望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关于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的人很多 没有办法给同学们举手问答 你可以写下来 关于你听了之后不明白的 你读了之后不明白的 你想知道的 你可以写下来 不过你不要问以后的先 以后的有耐心 那我们慢慢听 你听了之后还是不明白 你写下来 你可以交上来 我就给你解答 所以盼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大大交流 那最好的消息 在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课还没有考试 也没有测验的 这是我们在校外同学的一种特权 你只需要听 领受 那你要做笔记也可以 你不要做笔记 买讲义也可以 那么最终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认识 那这是一个 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 那么我们不知道 多少时候能够再开以赛亚书 所以这一次我们讲了以赛亚书之后 那什么时候会再来以赛亚书 那真的是只有神知道了 那么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限 我们也不知道 在前面的道路怎样 但是就是凭着信心 既然神给我们到今天 我们就做到今天该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们就会 好好的来珍惜这段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打开以赛亚书 那我们会一段一段的讲解 以赛亚书 那你一定要带新旧约圣经来 你不要只带新约圣经来 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以赛亚书 所以你一定要带新旧约圣经 然后我们打开到以赛亚书 那么以赛亚书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就是论到以赛亚得到末世 当乌西亚 越坛 亚哈斯 西西加州 犹大王的时候 亚末世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末世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那这里就交代了他的历史背景 那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在列王纪下 十五章到二十一章 还有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到三十三章 都是论到这四个王的事情 你可以回去补充读一读 让你对整个时代的背景有认识 那以赛亚经历的这四个王呢 大概是从主前七百四十年 一直到主前六百八十年 那么他侍奉主的前二十年呢 他对着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 也对南国犹大来讲道 但是二十年后北国就消灭了 就灭亡国了之后 他就剩下的日子就专专对南国犹大来讲道 那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的经文的四个王可以知道的 那当以色列要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以色列国已经在应许地经过了七百年了 这七百年当中的前四百年 这个世事时代 就是神兴起世事来管理他们 来替他们打仗 来拯救他们 那就是四世纪 记得下来的一百二十年呢 神兴起了三个王 这三个王就是 少罗 大魏 还有索罗门 成为一个独立联合的王国 这三个王过去的 大概在主前九百 九百一十七年的时候 他们发生内战 内战之后就分成南国跟北国 所以当以色列要做先知的时候 北国也经历了十八个王了 但是十八个王没有一个好王 剩下两个王要出现 然后国家就灭亡 那两个王也不是好王 所以北国没有好王 南国呢 当南国也经历了十一个王 就是十一个王已经过去了 所以那个十一个王呢 有的好有的坏 那么以色列要本身经历这四个王呢 有的好有的坏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是犹大国的特色 那么当时以色列国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周围有三个很主要的势力 巴比伦 亚述跟埃及 所以他们这三个国家常常打战 那么你知道如果你看见大象打战的话 那你住在大象附近那就很遭殃了 对吗 它一个跑过去 一个跑过来 就经过你的地了 因为巴比伦他们是在北 埃及是在南 所以他们要北上南下都要经过什么 经过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常常受到这些列国的威胁 这也是我们会从以赛亚书看见的 那以赛亚的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什么 给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君王 不管他的权势多么大 不管他们多么会打战 那都是会兴起会下去的 这就是人 兴起下来 兴衰交替都会过去的 所以你看见一个王 一个王都过去了 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所以我华人有一句话说 大江东气浪淘尽 千古英雄人物 所以你看见英雄 都是在时间里面怎样被淘汰了 时间把人淘汰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还有我们看到 以赛亚真的是忠心的仆人 他从乌西亚王开始的时候 一直到西西加 甚至到玛拿西的时候 他还是忠心做主的仆人 我们也看见 只有神是从根古到永远的 每个时代 他兴起不同的先知 来对以色列百姓讲话 每个时代 神兴起他的仆人 来教导他的子民 当以色亚做先知的时候 他之前有多少个先知呢 以利亚 以利沙 尔巴迪亚 约尔 阿摩斯 这些都怎样 都过去了 但是跟他同时代的先知 有 和西亚 有这个 米加 是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先知 所以神不断地兴起先知 来教导 所以我们实在 感谢神 当今天也是如此 神兴起他的仆人 在全世界各地 用主的真道 来喂养我们 以前 先知起来 领受 写下圣经 以后使徒起来 写下圣经 今天我们呢 我们有神的仆人 起来讲解圣经 让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以色亚 扮演了 那一个时代重要的角色 有人对以色亚这么形容 他是一个 伟大的仆人 他有 但里里的勇气 他有 耶利米的 敏锐 他有 和西亚的 怜悯 他有阿摩斯的那种异弄 所以是一个 很完整的 一个先知 所以我们要看见 他怎么样子的 来面对 当时候的时代 那么先知 这个字的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 先知并不是相命的 很多人把先知 当作他可以 喂铺先知 所以你想一个 喂铺先知 哪个奇 戴黑眼镜的 那是相命的 相命是骗人的 没有人可以看 别人的命 只有神知道 人的过去 隐秘的事 是属于 耶和华的 我们信主的人 神给我们 很多的智慧 你没有信主 你就没有这样的智慧 你有信主 你就不会去相信这些 因为 这不是真实的 那先知呢 先知是神的 大言人 神告诉他什么 他就讲什么 那有一些事情 神先给他看见 他就会先知道了 比方说 他说某某人会死 某某人还没有死 他可以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死 所以他就比别人 先一点的 先早一点的知道 但是不是他自己 是神给他 告诉他的 你就跟以西西家 把他要死了 他就知道 就跟以西西家说 以西西家 你要死了 你不要羡慕他 这个工作很难做 你知道的 如果一个人死了 你要去通知他 家里的人 这很难的 对不对 更何况这个人还没有死 你跟他讲 你要死了 我们也常常讲 你要死了 不过那是口头禅 但是这个真的 要跟西西家 你要死了 西西家就哭哭哭 后来西西家祷告 神啊 求你延长我的寿命 后来神怜悯他 就告诉以赛亚说 你去跟他讲 他不用死了 所以他又要去跟他讲说 神说你不用死了 第二个就比较容易了 如果要做 做第二个就不错 做第一个很难 你看先知就是这样 他们神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神没有讲的 他不能讲 因为神 他是神中心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见 他们的公主 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是这辈罪恶 他要很勇敢 所以他需要有 淡淡淡的勇气 但是他这辈的时候 要有怜悯 他就要有 耶利米的那种 很敏感的心情 所以他也不能够 没有恩慈 所以他要和西亚 那样的爱跟恩慈 所以这是很艰难的工作 但是以赛亚 很忠心地来完成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去看 以赛亚书 继续下去的时候 从第二节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责备犹大 当时候的犹大国 神责备 我们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背景 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 跟大家进一步地解释 所以从第二到第四节 神就这辈犹大 他们所犯的罪了 天哪要听 地啊 侧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敬备虐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 却不认识 我的民 却不留意 哎呀 犯罪的国民 当作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 耶和华 藐视 以色列的圣者 以他申诉 往后退步 以色列的第一篇信息 就是向 犹大宣告 他在这里 为什么说 天啊 要听 地啊 这是神对犹大人的控告 他需要有见证人 所以他请天来做见证 请地来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天 是长久的 地也是长久的 他们见证过 这个百姓 怎样蒙福 且怎样退后 他们怎样蒙受上帝的恩典 且悖念神 天地都可以证明 所以 这个意思是好像 请天跟地做陪审团 在一个法庭里面 来控告他们 然后请他们做见证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因为人犯罪 不是单单危害了人 人犯罪也危害了环境 神造的伊甸园 本来怎样 很好的 神给人的 都是很好的 但是 圣经说 当人犯罪了之后 地就受到咒诅 所以就经济 长得出来 天地的环境 都受到咒诅 所以来到 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 保罗就提到 万物也在叹息 不要 你不是你叹息而已 你不要整天 你叹息而已 当你嗨的时候 你旁边的花也是 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子了 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 天地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为什么神说 天啊要听 地啊要侧而听 他责备 犹大怎么样呢 犹大他们不认识神 他特别提到他们 那么连神 到个什么地步呢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牛驴是动物 他们尚且懂得主人 尚且懂得主人给他们吃 但是神的百姓 竟然连神给他们的恩惠 都完全忘记 人不如牛跟驴 这是当时候 犹大国的情况 所以神资备他们 神资备他们的时候 还称他们为犯罪的国民 所以他们活在罪恶的当中 所以称他们为 行恶的种类 离弃神 所以这是神资备犹大 然后从第五节 一直到第九节 就描述他的情况 怎么恶劣了 你看到他说 你们为什么理次被孽呢 还要受遮打吗 你们已经满头疼痛 全心发昏 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完全的 净是伤口 轻肿于心打的伤痕 都没有收口 没有残苦 也没有用高滋润 这里神一方面 遮备他们 一方面感到很痛心 为什么 神管教他们 一次 两次 三次 如果你可以把他 想象成一个小孩子 他很坏 他爸爸管教他 喷条打他 一边接一边 接一边 接一边 打到没有空间可以打了 就是每一边都已经满了 手手打了 脚脚打了 屁股屁股打了 身体身体打了 全身都打了 再找不到一个没有藤边的地方 他还是怎样 他还继续犯罪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要讲到他们犯的罪 是犯的 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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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怎样 神一方面管教他们 也觉得痛心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悔改 所以就责备他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那当时候犹大就是这样的离开神 背叛神 那么他们的国家怎么样呢 你看第七节 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 你们的城义被火焚烧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 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 我说过这是在亚哈王的时代 亚哈斯的时代 亚哈斯背叛神 神兴起当时候他们周围的敌人来管教他们 你看一看历代之下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你向前翻到历代之下第28章 历代之下 28章开始怎么说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 年20岁 亚哈斯就是耶旦的儿子 乌西亚的孙 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 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式 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又铸造巴黎的像 并且在心嫩子骨烧香 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行耶和华在以色列的面前 所欺诸的外邦人那可争的事 并在秋坛上三岗上各清脆树下 献祭烧香 所以第五节说 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 亚兰王打败他 掳了他许多的名 带到大马士哥去 这是第一个敌人 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 那是第二个敌人 犹大国的第一个敌人是亚兰 第二个敌人是他们北国以色列 以色列王向他们大行杀戮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一直杀了犹大人十二万 都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那么有一个以法连中的勇士 名叫西基利 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 和关于王公的亚斯利干 并宰相以利加拿 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 连父人带儿女共有二十万 又掠了许多的财物 带到撒玛利亚去 你看见就是神兴起 还有神兴起 非力士人打他们 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是 一直受到管教 结果怎么样 荒凉了 第一就荒凉了 弟兄姐妹 这种情况之下 人会怎样 会悔改吗 你看到二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这一起读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也合法 所以神说 我怎么管教你们 管教到这个地步了 你们还继续的犯罪 继续的犯罪 甚至外邦人来 亲赴你们成为荒凉了 所以可以看见犹大国的严重性 犯罪 灵性的倒退 然后第八节 景春西安城 那就是耶路撒冷 好像葡萄园的草棚 瓜田的卯屋 被围困的成欲 也就是很荒凉 葡萄园的吵架 你知道不耐的 他们可以说是很艰难的 到很荒凉的地步了 第九节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华 给我们烧流鱼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而摩拉的样子了 索多玛而摩拉是什么 创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城 天上的火降下来 把他们给烧了 如果不是神怜悯犹大 犹大国也一样就完全毁灭了 但因为神怜悯他们 烧流鱼种 所以他们很惨很惨 不过没有灭亡 神怜悯 否则一无所存 这是第二段 讲到他们罪的情况 进到第三段的时候 神继续讲下去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 从十到十五节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 要撤耳听我们神的圣灰 为什么忽然间称他们为 索多玛跟俄摩拉呢 这是一种唤醒他们 你们的情况现在像什么 像索多玛 像俄摩拉 很严厉的话 不再叫他们的本名 就是把那一个邪恶的名 套在他们身上 怕他们听见了会觉得吃了 会被惊醒过来 所以神说 你们这些情况 神告诉他们 很严厉的 到了一个很危险 最快要受到刑罚的地步了 但是怎么样呢 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寄物 与我合理呢 公民养的放弃和肥处的自由 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 干糕的血 公餐的血 我都不喜业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呢 使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服的公物 香品是我所真误的 耶稣和安息日 并宣造的大会 也是我所真误的 作罪念的又所厌恕惠 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夜术和戒期 我心里恨恶 我都以为麻烦 我担当便不耐烦 注意上帝讲几句话 我已经 第十一节 与我合一 我已经够了 我都不喜悦 我也不能容忍 也是我真恶 我都以为麻烦 什么事情 当神管教他们的时候 当他们犯罪的时候 当他们活在罪中的时候 神管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应该怎么样 悔改 但他们不是悔改 他们继续去做礼拜 继续去奉献 继续参加祷告会 继续参加查经 你说不很好吗 这样不是很好吗 是 他们就参加祷告会完后 他们就去犯罪 他们参加主的崇拜完后 他们继续去犯罪 他们奉献了之后 他们继续去犯罪 他们祷告会祷告词很美 祷告完后继续犯罪 这里给我们看见 宗教上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人可以一直侍奉 又同时活在罪中 是一个很难明白的现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他们盼望通过他们的热忱 通过他们的热心 来遮盖他们的罪恶 来欺瞒神 来欺瞒人 但是神说我厌恶这一切的东西 神厌恶 因为神不厌利人虚假 神要人的是内心 不是外表的虔诚 外表的虚假 这是人最会做的 就是什么 外表的虚假 今天你的奉献 讨神喜悦吗 你不要刚刚走私回来 拿一万块钱来奉献 今天你做礼拜 讨神喜悦吗 你刚刚从 七千的家处来 来参加主的崇拜 你去祷告会 讨神喜悦吗 你刚刚 欺骗了人 亏负了人 然后你来祷告会 那神的意思就是 这是我怨恶 我讨厌 这是我们需要 思想跟反省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当时候 犹大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神 警告他们 不要再奉献了 不要再献祭了 不要再做礼拜了 你们做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们活在罪中 虚假的宗教 神厌恶 那神继续说 他们做很多神不喜悦 第四五节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掩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进食四十天 二十通宵祷告 神说我都不听 没有价值 为什么 以你们的手 满了杀人的血 所以这是神提出 他讨厌犹大国的言令 好 我们暂停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继续地看第一章 这是神经病的 感谢观看